新书快报 在15世纪的欧洲出现了一幅画非常有名 这幅画叫做诸神的圣宴 其实里面都是我们熟知的希腊的像是阿波罗太阳神等等的人 但这些神他们吃饭喝酒用的竟然是中国的清花瓷器 为什么会这样呢 为您介绍一本书 书名是《独画解谜世界史》 它的作者是一个南韩的经济学者 为您请到了生活中的历史学家胡川安老师 来为我们介绍这本书 老师您好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这幅画很好玩 那是大概15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 有一个很有名的作家叫做贝林 而这幅画有趣的地方在于是说 为什么在诸神的圣宴里面会有中国来的瓷器 当时呢 因为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 有船只跟一些人到中国 然后他们发现景德镇的瓷器相当的精美 没想到就引起大为的流行 所以每个人都想要从东方订购一些 景德镇的瓷器回去 所以这也是第一幅西方的话里面 出现中国瓷器的绘画 那如果大家都想要买中国瓷器的时候 不是钱全部都流到中国那边去了 会有贸易逆差的问题吧 所以他们整个当时西方人 疯狂的买中国的东西 但是中国人对于西方那些国家产的东西 一点兴趣都没有 所以大量的白银就流进了中国 当时英国就想说 那你们中国人到底喜欢什么 所以我们就卖个你会上瓶的东西 他们就想到鸦片 就卖了鸦片给中国人以后 钱才慢慢的又流回欧洲 这批钱流回了欧洲了以后 没想到意外的促成了工业革命 没有想到在欧洲的话里头 看到了这个青花瓷器 它背后会衍生出这么多的故事 而且都跟钱流动有关系 我们介绍这本书 其实是一个南韩的经济学者 宋炳健所写的 《独画解谜世界史》 其实这不是第一本了 他上次还写了另外一本书 都跟经济有关 上一次好像感觉是 全部都在讲经济的流动 那这次好像 他关切的焦点有缩小一点 能不能讲讲 这一次他关切的是什么呢 我们班都会以为经济的全球化 大概是最近几十年才开始产生的 但是这一本书等于是说 他认为整个全世界 整个宏观的历史 就是往全球化去发展 所以他从古代全球化 其实是透过战争去进行 比如说我们以前知道 大概在汉代的时候 有匈奴人 匈奴人被汉朝打败了以后 他去哪里 他其实跑到欧洲去 那这也是全球化的第一步 因为人群开始有了交流 那后来第二步的全球化的一个 最大的一个象征是什么 西方人想要到中国来贸易 这就是大航海时代 一个欧洲人 他要到中国来会有多困难 他必须穿过整个大西洋 再绕过非洲南端 然后再走到印度洋 然后再穿过马六甲海峡 再到南韩 可是当时因为中国的财富很多 所以大部分很多的西方人 都想来这边做生意 那第三步的全球化的时代 就是工业革命 但是工业革命的一个技术的发展 它又刺激了整个全世界的一个发展 那再接下来就是帝国主义 开始这些欧洲的列强 因为有钱工业革命了以后 他们就去殖民世界各个地方 最后我们现在世界 怎么样造成全球化 那就是资讯 跟我们网络还有电脑 所以你看它整本书 你看下来就可以看到了 人类四五千年的一个发展历史 您刚刚讲到那个全球化的 这个五个不同的阶段 如果要让您推荐一个 很有全球化感觉的那种视觉作品 在书里面你会挑哪一个作品呢 有一幅图是蛮特殊的 它在讲的是大概11世纪的时候 维京人发现了美洲的故事 我们以前学的历史是说 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 但是新大陆不是哥伦布发现的 因为那上面本来就有人 可是如果哥伦布是15世纪的时候 我们在维京人 其实早在10世纪的时候 他们就已经从北欧 开始航行到冰岛 格陵南 然后发现了美洲 所以人群的流动不只是在现在 它只是在1000年前 人群之间就已经开始流动 我有看到这幅画 非常的有趣 我从来没有想过说原来早就另外有人先进了美洲 只不过这维京人后来又走了 在这本书《独画解明世界史》当中 我觉得有一点是我们应该会非常有兴趣 那就跟中国有关的东西 比如说我看到有一幅敦煌的话 竟然里面妖魔鬼怪跟佛头在战争的时候 竟然妖魔鬼怪用到了火药 您刚刚也有讲到中国的鸦片战争 那不想说在这一本书里头讲到的话里 有哪一些跟中国有关又有趣的呢 刚刚你提到那是一幅 就是敦煌的化犬 它其实在那个敦煌是一生人化的一些东西 这里面有讨论到一些不正当的流传 所谓的不正当的流传是什么 就是人家偷你的技术了 就有点像商业间别这样 然后比如说中国的火器也是西方人带回去 那中国的造质术当然也是 当时欧洲人 英国人要来到中国朝见皇帝的时候 他们中国要他们三跪九寇 可是西方人不要 西方就只愿意干脚归下 这里面其中也是一幅 那就是说英国的使节一直想来中国做生意 但是中国不肯 那里面还有提到比较后来中国的话 说当然就是甲午战争 那甲午战争我们知道那个中国打败了 中国在整个亚洲的地位就下降了以后 里面甲午战争最重要中国的一个海军体徒 就叫金鲁昌 然后后来就喝酒喝毒酒自杀 这里面有提到这一幅话 那他为什么选这幅话 当然也就是跟中国整个地位的下降 整个经济力的下降是有关的 在这本《毒化解明世界史》当中有关于中国的部分 我常常看到那种西方人 他们比下来那种东方人 尤其是中国的天朝官员的那种长相 有一点丑话的味道 那您自己在这个故事网站当中 写了这么多生活化的历史题材 我觉得你好像对日本的食物 好像特别熟悉 那这一本书《毒化解明世界史》 它所写的日本跟您所认知的日本 有没有一些比较不一样 或者您觉得特别有趣的差异呢 那日本史的发展我想主要是跟那个近代 比如说日本开始殖民 或者日本开始因为西方进入了以后 开始发展有关 那里面还有提到一个日本比较有趣的 我想就是关于地震 地震我们知道是自然现象 但日本怎么想象以前 在没有瑞士规模地震以前 他们怎么想象地震是谁引起的 那有很有趣的一点就是他们想象 地震竟然是黏于引起的 那因为黏于动了 所以整个地才会动 这本书里面有很多关于黏于的胡适会 就是说黏于动了 日本的大地就动了 所以这一点是我比较觉得有趣的地方 那您自己想办法把这个历史题材写的生活化 我想您一定也经历过那种困难 比如说找资料 如何写的不只有乡民的语言 而且它的内涵可以吸引现代人的注意 那像这个作者 南韩的经济学者宋炳建 他所写的这个《毒化解明世界史》里头 他有没有哪些特别好的地方 也许您会觉得可以跟他学的呢 对 我觉得比较有趣的是因为他用画 所以他在每一张的前面就会出现一幅画 让你先去看画 然后那前面会有一个小问题 就是说你觉得哪里是有趣的 然后想象说这幅画应该是在描写 历史上的哪个时代 所以就是说一开始透过一幅画 吸引你然后就透过一个问题 我想这样读者比较容易进入情境 这也是我觉得比较有兴趣的地方 就是说你怎么样透过一个问题 一个问答的方式跟读者互动 而不只是平复之序的在那边去世 这样读者看下去 好像就是你一个人在讲 没有互动的感觉 我在您的这个故事网站当中 也看到了很多跟全球化有关的题材 标题都下得蛮有趣了 例如说是什么改变中东的赛克斯皮克协定 大家就可以去从这个点往下看 最后我想问一下 就是作者有没有对于这个全球化 有抱持他的立场 他的态度上是比较倾向于全球化 还是比较倾向于保护主义的呢 对我想全球化最关键的两个因素 就是贸易自由化跟贸易壁垒 那我们看最近比如说川普跟中国之间的一个对抗 那基本上也是回到这个议题 就是你要全部开放 还是贸易壁垒 那我自己在看 当然就是说我们知道全球史是一个 这本书是说全球史就是一个全球化的历史 但是这个作者 我觉得在结论的时候 他有稍微提到一下 因为国家的民族主义 跟那个所谓的全部开放的经济自由化里面 他基本上还是会有冲突 那我觉得这个作者 他比较倾向是说 未来的世界会 会往一个比较贸易壁垒的一个方向走 所以这个我想他可能对全球化 也是有一点比较暴时的内观的态度 其实这些所谓全球化或经济史 对一般民众来讲可能有点深 但是如果你是从画里面来看的话 你的视野 还有你解读方向完全都不一样了 这是这一本读画解谜 世界史非常有趣的地方 那今天也非常谢谢 号称生活中的历史学家 胡川安老师 来为我们介绍这本书 谢谢老师 谢谢 欢迎下一次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新书快报